心肌梗塞案例 在邻国一般年4月25号的时候 因为妈妈住院 所以送妈妈去医院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胸口非常的疼痛 当下我就直接到了这个急诊室 然后医生说 怀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后来抽血液之后 发现心肌梅有偏高的一个情况 于是医生他就建议我做心肌梗手术 做了以后发现心脏三个主动脉的后面那一个动脉 分支的末梢 就是堵塞了99%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利用血管扩张术 就把它给数通了 出院的时候 医生开了这个主要的两味药给我 一个就是血管扩张剂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抗瘾血剂 叫我每天都要准时去吃这个药 5月1号出院之后一直到11月 这个下旬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次胸口又痛了 一年当中最严重的时候 一天曾经就痛了6次 这个过程也蛮艰辛的 在偶然的一个机会之下 一个朋友介绍就是说 听说这个张召汉 这个原始点医疗的一个疗效非常的好 于是在这个104年的这个9月 我就报名就加入了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志工的行列 来到基金会之后 那时候这个崇远师兄 就了解我的病情之后 知道我 不外乎就是 第一个要按推 就是说 把痛点给按推出来 就是上背部 第二个就是说 内外热源的一个加强 所以就是告诉我姜要怎么煮 然后外热源必须要24小时的温敷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饮食上面的一个节制 像寒凉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要吃 另外就是要加强运动 这个后山皮捷运站的出口这里 爬一趟就等于爬了72节 我记得我以前心痛的时候 我只要爬到三楼 三楼算起来大概45节左右 我马上就心脚痛了 只要一发病就不能走动 而且非常的疼痛 那我现在 我从一天的训练8趟 接着10趟 12趟 一直到现在的30趟 这长达5个月左右了 那我现在这个心脚痛的一个现象 改善了非常的多 只是偶尔痛 但虽然还没有痊愈 但是疼痛的指数 是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结束了 不像以前20分钟到30分钟 这么样的疼痛 还有这么久 所以我很感谢基金会 这个张医师今天发明了这样 这个原始点的一个疗法 对人类未来的一个幸福 能够解救我们人类未来的这样的 个疗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